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些美宝莲很火的 那个唇彩系列的唇彩 然后我决定上嘴给大家试色一下 然后因为我之前 分享我最爱的唇膏合集里面 也有人说想要看我是 美宝莲的这一个 lip gloss系列 所以呢我就去把 我能买到的颜色都买回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上嘴试试看 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像 传说中的那么好用吧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关注 我会分享一些关于美妆 时尚还有生活类的视频 然后也欢迎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会经常在上面 分享一些我的时尚穿搭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开始吧 那首先我先要试的第一个颜色呢 是04号叫silk 然后它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肉粉色 然后我的嘴上现在呢 是只有唇线笔的 那我们就上嘴试试看吧 我发现它意外的还蛮上色的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淡淡的那种唇彩的质地 但是我只是轻轻的涂了一层 它就已经我觉得很显色了 然后它是这种带一点粉调的唇彩 所以和我的肤色呢 其实不是很搭 我觉得看镜头里面 我已经就是被它称的稍微有一点点黑 气色不是很好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会比较适合白皮或者是冷皮 我觉得擦在我脸上就有一种荧光粉的那种感觉 和我不是很搭 但是它上嘴非常的舒服 然后很轻薄 然后也不是很黏腻 而且显色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MING PAO CANADA 那第二支颜色呢就是05号 色号是Petal 这一支呢就看起来比刚刚那一支还要再粉一点 我觉得这一支可能就是平常我看到 但是不会去买的一些颜色 就是光看平身的颜色的话 我可能是不会去买的 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全方位的试色 我还是把它买回来了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它上嘴的效果吧 那果然呢这一支就是一支非常粉调的唇彩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在现实生活中看非常的好看 是那种很粉嫩很有女人味 然后很温柔又很日常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如果只看嘴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但是综合到我的整个肤色的话就会稍微觉得它有一点点显黑 而且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要显色很多 我只是轻轻地涂了一点点 它就已经非常的显色 我觉得跟普通的唇膏的显色度不分上下 算是唇彩里面非常显色的那一种 我只是情怀疑 Now there's only you and me 忘了所有荆棘情深在我耳边话语 熟悉的声线藏绕在我耳边 体温代表生活理智断线 不改变 没得我的位置 思考再爆发是全停止 上映后期待着下一次 抱你就算忘了 那谁要忘了的库库的tree 那下一个颜色呢是06号Reef 它的中文应该是珊瑚椒 然后它看起来的颜色呢 确实是稍微的带了一点点珊瑚色的那种感觉 一个很淡雅 但是又很美丽的珊瑚粉色 很温柔很透亮的那种感觉 它看起来其实比04号看起来还要淡一点 但它是稍微带了一点橘调的 我还蛮期待这一支的 感觉应该会比较适合我的肤色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唇色还是挺深的 我现在是只画了唇线 所以我不确定这一支在我的嘴上会不会显色 那这一支 很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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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浪费 我觉得这一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荧光色 我以为它会是那种比较清透一点的珊瑚色 但是它是那种比较荧光的珊瑚色 我觉得这一支的颜色还蛮难hold住的 因为它有点太跳脱太荧光了 不是我平常喜欢的那种风格 但是说不定有人就是喜欢这种比较 比较就是夜店风 人群中最亮的仔的那种感觉吧 还蛮特别的这个颜色 稍微有一点那种year 2k 然后2000年当时流行的那种夜店辣妹风的感觉吧 这一支呢我个人是pass掉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那接下来的这两支呢应该是这所有颜色里面我最期待的两支 这两支呢就是平常我买的和用的比较多的那种奶茶色的颜色 那我们就先来试一下07号ember这个颜色吧 因为这一支看起来就是稍微带一点橘条的那种奶茶色 感觉这一支就还比较适合我的肤色 就是那种我平常会用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跟我自己本身的唇色还蛮相似的 就是有点那种your lips but better的那种感觉 是我平常会买然后会用的那种颜色 这一支呢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字 买它 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黄皮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也是那种比较日常比较自然一点的那种颜色 你家别跟我作对 路下 书下 现场当陪你的背影 You do me I'm waiting that you have seen check in 这下我就不会找到决心 处杂 等我在你心里驻扎 对你疯你有你也只从回忆味 k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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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day 有个状态那都放散 It's ok Just like always 不够累不睡 导致我所想的几次 每次都冲止到几次 爱让我失去了理智 也让你当半夜受不了失去了意识 爱爱风把腹身体当作美美 绵花糖半沙滩上你的嘴 那最后一个颜色呢 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我平常超级喜欢的那种 呃带棕调的奶茶色 然后是稍微比较深一点的那种颜色 色号呢是08号stone 呃肉眼看呢就是那种非常正的裸色 嗯是我平常非常喜欢的那种颜色 就是光是看到这个颜色 我可能就会忍不住想要买的那种感觉 呃那我们就来上嘴试一试啦 那这个颜色果然就是没有让我失望 就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裸色 然后也很适合我的肤色 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一支是我最喜欢 然后也是最适合我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平常会呃用的那种颜色吧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颜色了 所以我可能不会去专门的去购入这支唇彩 那总结一下呢 我觉得作为一支八美金的唇彩 这个系列的唇彩我觉得做的非常的好 嗯它的包装非常的精美 就是那种非常美的裸色 然后有一个透明的这种平身 可以让你看到里面的颜色 我觉得它的包装是设计的非常的好的 就是让你看到就会有想买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呢也非常的显色 它绝对是我用过的唇彩里面 显色度数一数二的那种唇彩 而且我觉得它的质地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就是我还蛮讨厌那种非常黏腻的唇彩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系列呢就没有那么的黏腻 虽然作为唇彩还是不可避免的 会比较的湿润 比较的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黏黏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相比起我用过的很多唇彩来说 它绝对是属于比较水润 而不是黏腻的那种质地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滋润 就是我试了这么多支颜色 还有卸妆 我的嘴唇都完全没有就是像平常一样 会很干会很疼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的唇彩呢 满分十分我会给它们打九到十分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们完全做到了唇彩该有的显色度 还有滋润度 还有就是舒适度 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 然后声明一下这个视频完全不是赞助 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回来的唇彩 所以我所有的评价呢也是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系列我自己的话可能会留住的颜色可能就是08号和05号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pedal那只颜色的那种唇彩 然后08号stone呢就是我平常会经常使用的那种颜色 其他的几只颜色呢就比较的五公五过一点 我可能会去把它们给退掉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正在找唇彩的话 我会推荐你试试看这个系列的唇彩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要我测评的产品 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